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开播前大家都在猜测导师阵容 经过官宣后导师阵容换成黎玉春 吴清风 华晨宇 明日之子第二季新退官 我们惊奇地发现华晨宇导师也还在阵容当中 看来我们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也是爱这个节目 爱的深沉三位导师的音乐素养和造诣 总算是把这个节目拉上了正轨 第六期直播如约在周五晚上开播 我们的总老演何老师和尚一记冠军毛不易一起主持 整个过程简直是全程有尿点 分分钟换台随手截出两张 选秀节目的宗旨本意就是将有才华 有能力 有态度的当代年轻人站上舞台成为新的一股力量 带领潮流向前走 现在的选秀节目也是遍地开花 那么如何在这块淋浴座的脱颖而出 除了导师阵容 选手本身的话题度 更加重要的就是赛事的公平与否 在比赛开始就已经说出比赛规则 简单的来说就是 全场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 上半场的出场顺序 由网络投票的排名来决定 前三名挑选对手得到三个晋级名额 下半场由上半场的最高点赞数所在的赛道选手挑选对手 到最后居然剩下了两名选手 都是来自摩音赛道的选手 这个不仅对于我们观众是一个疑问 同样的我们的华晨宇老师也提出了对赛事的质疑 最后还是何老师的简单回复 让这个话题终止了 可是看当时华晨宇的小动作 作为我们的导师看华晨宇老师 当时的面部表情就知道 他心里是有疑问 有歌大的 在他心里估计多一个晋级名额和代定名额 对他也是不在乎的 他在活的应该是舞台上那群有梦想 有才华 有态度的孩子遭遇了不公的待遇 华晨宇两季节目 都是秉承着对音乐的态度 再努力地做好自己的本分 但是节目组的做法 未免也太让人寒心了吧 这个节目的法可不仅仅在于这里 小编心中最大的疑问是